顾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顾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 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野马飞毛腿 富商约翰有两大爱好 狩猎和骑马 因此他每年都会来到大草原 因为只有在这里 他才能骑着骏马任意驰骋 老板 你在看什么呀 你看那里 好漂亮的一匹黑马呀 哦 你是说飞毛腿呀 它的名字叫飞毛腿吗 是啊 这匹马耐力非常好 跑得也特别快 所以我们就称呼它为飞毛腿 只可惜它是一匹野马 如果能骑着它 驰骋在草原上该多好啊 这匹马如果放在市场上卖 那一定会值不少钱吧 老板那是一匹野马 不值钱的 野马怎么就不值钱了 它可是非常优秀的呀 在我们这里 不管多么优秀的野马 都没有多大价值的 因为要抓野马 本来就很困难 即便是逮住了 也只是个野家伙 不但毫无用处 而且还很有可能 将牧场里的驯马一起带走 而驯马一旦习惯了野外的生活 那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没错 尤其是黑色的野马 那是最难驯服的 它们又凶又猛 我想一匹黑色的野马 要是有了爪子 估计连狮子都不值它的对手 所以我们这里 把野马看成是一文不值的废物 而黑色的野马 更是糟糕十倍 是吗 我倒想看看 那匹飞毛腿 究竟有多么难以驯服 你们回去通知大家 我愿意出大价钱 收购那匹马 老板 你真的要买下飞毛腿啊 当然了 我就不相信 天底下还有驯服不了的野马 老板约翰 要高价收购飞毛腿的消息 很快便传开了 大家开始 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草原 寻找捕抓飞毛腿的机会 以便可以借此时机 发一笔大财 你怎么还拿着枪啊 你难道打算用猎枪 来捕捉飞毛腿吗 当然了 飞毛腿跑得再快 也比不上子弹的速度吧 你不会是想把飞毛腿打死吧 那位老板可是要活的 你打死了他 可就没有赏金了 你知道什么 捕捉野马的办法 是有多种方式的 用枪打就是其中的一种 让子弹擦伤马的脖子 然后趁他昏迷的时候 将他抓住滚起来 也是一种 算了吧 我只见过非常多的野马 脖子被打伤 还从来没见过 有人用开枪的办法 逮住过野马 要想捕捉野马 还得靠套马锁才行 你们看 飞毛腿出现了 哈哈 他是我的了 就在骑手开枪的时候 另一位骑手 将他的枪 快速地抬了起来 枪砰的一声 朝天空打去 你干嘛将我的枪抬高啊 你这样会伤害到他的 你要是把他打死 或是打伤了 那他可就不值钱了 老板要的可是活的 不好 飞毛腿想要跑掉 我们快追上去 可恶的飞毛腿 跑得好快啊 如果刚刚不是 你将我的枪抬起 那现在 他已经昏倒在地了 少废话了 你如果把他打死 那我们可什么都得不到 快点追上他 只要抓住他 我们可就会有 很大的一笔赏金了 重骑手 看着那匹飞毛腿 很快消失在草原边境 我们如果不用枪 怎么可能抓到他 我们的马 根本追不上他的速度 要想抓住他 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是啊 不过我们总是有机会的 下一次 一定不会让他跑掉的 然而飞毛腿跑得实在太快了 即便是最优秀的驯马 也无法达到他的速度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还是没有人能够将他捕获 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能将飞毛腿抓来啊 老板 那匹马不但跑得快 而且还很狡猾 好多骑手 用尽了各种办法 都没办法抓住他 明天 把我那匹闪电带来 我就不相信 那飞毛腿 还能跑过我的闪电 好的老板 明天 我把所有的骑手 都聚集在一起 大家团结一心 这样才有更好的把握 抓住飞毛腿 你说的有道理 明天 将那些骑手安排好 让他们分散在 草原的各个地方 这样 才能让骑手的马 在每次追击的时候 都有足够的体力 老板 我正去安排那些骑手 明天一定将飞毛腿 给抓回来 没错 明天务必将飞毛腿 抓回来 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走了这么久 竟然还没看到飞毛腿啊 最近 大家都在围捕他 我想 他一定是对这片区域 心有余悸 所以 不敢跑到这片地区来了 嗯 有可能的 那我们 再往草原深处找找看吧 是飞毛腿 太棒了 我们快追上去 别让他跑掉 快追 飞毛腿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很快 便将众人 甩得远远的 只有骑着闪电的约翰 紧跟其后 但总是相差 那么几十米 无法追上 飞毛腿 飞快地跑着 约翰 骑着闪电 紧追其后 他们很快 便从众人的视线里 消失了 不好 老板不见了 他一个人追逐着飞毛腿 可别出什么意外 我们赶快通知那些骑手们 让他们赶快聚集到这里 即使抓不到 也要保护老板的安全 对 我们必须赶过去 可不能让老板出现意外 闪电 加油 追上那个家伙 怎么搞的 闪电 快点呀 他这是在干什么 哎呀 痛啊 好痛啊 约翰爬起来后 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闪电 闪电的脑袋 在摔倒时 正撞在了一块石头上 血从他头上流了出来 约翰一下子 紧紧地搂住他的爱马 伤心地哭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摔得这么严重啊 糟糕 对讲机也摔坏了 这下该如何呢 我该往哪里走啊 现在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了 我竟然迷路了 你想干什么呢 你是让我跟着你走吗 飞毛腿虽然走得很慢 但他一直和约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不知走了多久 飞毛腿远远地看到 从对面跑来的骑手们 发出了一声大叫 快看 是飞毛腿 快抓住它 老板 老板回来了 你们 快照顾好老板 我们去追赶飞毛腿 老板 闪电呢 他摔得非常严重 躺在刚刚受伤的地方 啊 那我们等一下再去救他回来 老板 那我们先上车休息一下吧 啊 车 是啊 你追着飞毛腿跑得那么远 我们怕你出意外 就联系了几辆越野车 一来为了找你 二来有了越野车 我们就能轻易地追上飞毛腿了 啊 你们 怎么能那样做呀 车会撞伤他的 老板 你不要担心 我们怎么会用车撞他呀 我们只不过是用车将他围困住 然后再用套马锁将他抓住 哦 越野车 你们挡住他的去路 前方几辆掠野车 一加油门 快速地挡在了飞毛腿前方 飞毛腿一愣 急忙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想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这时候 重骑手立刻围了过来 飞毛腿 你今天休想跑掉 哈哈哈哈 看你这下要跑到哪里去 骑手将套马锁朝飞毛腿丢了过去 飞毛腿急忙躲开了套马锁 这时候 重骑手也纷纷地将套马锁朝他丢了过去 飞毛腿不停地躲闪 套住他的腿 我看被束缚出腿的飞毛腿 还能怎么跑 太棒了 我套住他了 哈哈 这下他插翅也难飞了 老板 我们抓住飞毛腿了 老板 虽然我们抓到了飞毛腿 不过要想驯服他更是困难的 啊 怎么会这样 老板 飞毛腿真是难对付啊 你看 他已经生死力竭 有点支撑不住了 但还不放弃逃跑 约翰看着飞毛腿 喘气时喷出来的水汽 有一半是血沫 而他嘴边更是染了一层 又厚又带血 黑乎乎泡沫 哎 放他走吧 啊 老板 你说什么 我们可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抓住他的 放他走吧 捕捉他花费的费用 我会一分不少地付给你们的 哦 好吧 老板 你不是一直想得到他吗 怎么又将他放了呀 他是草原上的精灵 他善良 而且向往自由 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对自由的追求 哪怕是死亡 如果失去自由 我相信他一定也会结束自己生命的 因为我的贪念 害得连闪电也受了伤 快走吧 我们得赶快将闪电带回去疗伤的 阿珍家的三宝贝 这是一个发生在战争年代的故事 敌人入侵后 很多人都离开家园 去保护国家了 阿辉也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阿珍和母亲 自己离开了生活的小镇去赚钱 哎呀 小鸡 这只小鸡是从哪里跑来的呢 看来这个小家伙是饿坏了 来来来 这里有一些馒头 你快来吃 这时候 从屋子里传来了一声猫叫 小鸡已经急忙躲在了阿珍的身后 这时候 婆婆抱着一只猫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她也一眼看到了那只小鸡 哦 这只小鸡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啊 它自己跑来的 这时候 婆婆怀里的猫一下子跳了下来 然后窜到了小鸡面前 神猪小腿好奇地拍了拍小鸡的身体 小鸡吓得急忙退缩 小布 不要伤害它 既然它来到我们家 那我们就把它养起来吧 这样也好 有了它 我们家小院也会显得热闹一些 是啊 自从阿辉离开家里出去赚钱之后 我们小院就像缺了一股活力朝气 多养点小动物也好 小院朝气多一点 说不定还能把阿辉早点盼回来呢 就这样 小鸡在这个院子里住下了 很快 它便长成了一只漂亮的大公鸡 并且和小猫阿布成为了朋友 整天在一起嬉闹 虽然 它俩给小院带来了一些生气 但却并没有把阿辉盼回来 医生 婆婆 它这是怎么了 它究竟得了什么病啊 它这是过于思念儿子 以至于寝食难安 最终导致身体极度虚弱 是啊 这些日子 婆婆它一直念叨着阿辉的名字 饭也吃得很少 就是这样了 它这是心病 我只能调节一下它的身体 心病却没有办法医治它 嗯 医生 那你就先给婆婆调节一下身体吧 这个没问题 不过 她这几天的饮食一定要跟上 可以炖一些鸡汤 让她补补身体的 嗯 好的 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我没什么病 不要再请医生多花钱了 婆婆 你的身体只是太虚弱 没什么大问题 你不用担心 应该补一补 就会好了 自从阿辉出门去赚钱 我们家里也还没有收到 她寄回来的钱 也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所以我们还是省着花吧 嗯 婆婆的身体这样脱下去可不行 每天馒头青菜 营养可是不够的 我必须要想想办法的 对了 自己家里不就养了一只鸡吗 阿辉转身进屋 拿出了一把菜刀 大公鸡看着手拿菜刀的阿辉 并没有逃跑 她依旧站在那里 直直地看着阿辉 阿辉伸手将大公鸡抱了起来 然后将刀架在了她脖子上 大公鸡依然温顺地趴在阿辉的怀里 这时候小猫阿布一眼看到了这一幕 她大叫一声 然后飞快地跑到阿辉脚边急切地叫着 像是在哀求她一般 阿辉看着怀中的大公鸡 眼泪巴哒巴哒地落在了菜刀上 大公鸡看到阿辉流出了眼泪 便发出咕咕的叫声 像是在安慰她似的 留着她吧 我的身体还没有很差的 有她和阿布在我们小院还能热闹点的 啊 婆婆 你怎么下床了 阿布叫得那样伤心 我哪里还能安心地躺在那里呀 阿辉 留下她吧 我没事的 嗯 在这个冰黄马乱的岁月里 能开开心心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嗯 过了一段时间 婆婆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 不过她还是在思念着自己的儿子阿辉 希望有一天她能早点回来 婆婆 天快黑了 我们回屋子里吧 唉 好吧 哎呀 什么声音 不会是阿辉回来了吧 她快步来到了院门 然后将门打开 只见门外有一只小狗仔正在不停地抓挠着门 啊 小狗 这是一只还没断奶的小狗啊 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啊 它的妈妈呢 这个小家伙长得还挺可爱的呢 这时候 大公鸡和小猫阿布也跑了过来 他俩围着那只小狗不停看来看去 大公鸡用嘴巴轻轻地触碰着小狗正在摇动的小尾巴 而小猫则伸着腿拍着小狗的脑袋 显得很亲密的样子 看来他们很投缘哦 不如我们就留下这只可怜的小狗 等它长大了还能帮我们看家护院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就叫它阿花好了 阿花 欢迎你来我们家里 就这样 大公鸡 小猫阿布和小狗阿花 一起生活在了阿真家的小院里 他们的到来 让小院充满了盎然活力 你看阿花 它长得可真快啊 过不了多久 它就可以替我们看家了 是啊 真没想到 它们三个竟然相处得如此融洽 就像是亲兄弟一样 是啊 有他们整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我还能开心一点 唉 阿辉小时候也像他们这样 喜欢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哦 婆婆 婆婆 等阿辉回来 我们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 让我们小院更热闹 嗯 好的 她出去那么久了 怎么连封信也都没有烧回来啊 哎呀 你这个小家伙竟然会看家了 当然了 阿花她聪明着呢 好了 阿花 不要叫了 她是我们的邻居 哎呀 你们家的鸡和猫是不是也会开门呢 他们三个是朋友 他俩是来帮阿花的 猫狗和公鸡竟然能成为朋友 真是稀奇了 对了 我们进屋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哦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走 我们到屋里说 啊 你说什么 有阿辉的消息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阿辉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谢天谢地 阿辉她现在在哪里啊 阿辉现在参加军队入伍了 你看 她烧信回来了 果然是阿辉写回来的信 你们看完以后 一定要把信烧掉 如果让敌人知道了 那可就糟糕了 好的 真是太感谢你了 阿辉和婆婆 哪里舍得将这封信烧掉 他们看完后 便藏了起来 然而 村里为敌人工作的伪宝掌 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 竟然带着人 闯进了他们家的小院 这只小狗体型不大 但还挺厉害的 哼 别把我惹毛了 如果惹毛我的话 我就让军犬一口咬死你 阿花 不要叫了 宝掌大人 你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 你的儿子去当兵 我告诉你 镇上的人 谁要是去当兵 可我们过不去 那可别怪我不客气 暴掌 我们家阿辉都一直没有消息 怎么就说他去当兵了呢 是吗 我可是得到了准确消息 阿辉前几天 刚刚给你们烧了一封信 谁说的 这根本是没有的事 是吗 那就让我们搜一搜 就知道有没有了 不行 你凭什么搜我们家 你们这些强盗 把他俩给我看住 不要动 你们这些强盗 快放开我们 进去给我搜 搜仔细点 是 哎呀 这只狗真凶啊 可恶的小狗还敢挡路 正好我的军犬 也好久没运动了 今天 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 真正的凶狗 小花 哪里是军犬的对手 它瞬间 便被压倒在地 军犬将小花 暗倒在地后 便露出历齿 要朝它咬去 不要杀害小花 我的军犬 可恶的鸡 我要杀了你 这是什么 好痛啊 可恶的猫 竟然敢抓伤我 好痛 真是可恶 保长 你脸上的伤口好深 要赶快处理一下 我们走 阿博之 对不起 你为了保护我们 让你受重伤了 我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 保长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先到亲戚家里 借助避难 嗯 阿布 阿花 和大公鸡 奋力保护家人 婆婆和阿珍两人 也不离不弃地照顾他们 果然过没有多久 战争结束了 阿辉也平安回家 跟妈妈妻子一家团圆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就是要关心人类与一切雾名 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 智慧与思悲 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 跟其他的生命远离痛苦 获得安乐 所以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一切生命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 因此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保护一切生命 护持请洽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或洽 03-989-8686 07-221-2323 话播账号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即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惠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药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梁皇宝灿 孝亲报婚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至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惠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烦恼如互流般 使众生在轮回中飘荡 回旋 在大乘宝云经中说 具备广博无尽辩才 得步十方的菩萨 驾驭者以清静戒行 为兼顾传板 以行布施种种复乐自在果报为庄严 以修忍入 心性柔软 一念正法为丁 紧密结合传身 等无量由因缘法而生的法门 所建构之法传 在铺流中往来 度众生从生死烦恼 到涅槃安乐 在度生死流的过程中 四如意族 被寓作推动传反的疾风 梵文中的意义 是得神圣如意的四种定 因为定力 可以约至内心的烦恼 以定为足 使心根据自己的心愿 抑制而走 不受外境的影响 而使道业如意成就 一 欲如意足 祈求去向苟果 心之所有 所行能成 二 念如意足 安住正念 慈念 悲念 道业能成 三 静如意足 精进修习诸法 所修之法 如愿满足 四 慧如意足 智慧绝照 始定慧等迟 行者所愿成办 四如意足的定 也有坚定的意思 这四种坚定意志 让人无事不办 无往不利 也正应